您要是有心徒步这条路啊 您可别忘了带着相机 因为这条路啊 鲜水河断裂带 整是中国的熊猫大道 您呢能拍到野生熊猫 我不保您呢 碰上碰不上 全凭您运气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啊 咱们讲这个乾隆皇帝登记以后的第一站 也就是啊 战队之意 有好多朋友都说啊 这个战队啊 是分这个上战队和下战队 实际上不然啊 最早分战队的时候是三战 在雍正年啊 那儿分为上中下三战吐司 并不是啊 现在很多这个文献给您提供的资料啊 所显示的只分上下两个战队 前文书啊 咱们基本上把这个战队之意讲完了 不过呢 咱们留下了一个扣子 当然了是暗扣不是明扣 那是什么扣子呢 哎 就是说啊 这乾隆皇帝既然知道这个在四川的军营当中啊 上下联手 欺瞒朝廷 他们劝这个下战队吐司 搬滚呢 哎 隐藏三年 然后炸死啊 欺瞒皇帝说啊 这四川战队地区啊 已然大劫了 这贼朝如朗寨已经被焚毁 并且呢 逃到其他村寨躲藏的搬滚呢 已然烧死了 咱们都知道这搬滚不但没死啊 而且并没遵守和这个川山总督庆赋定下的盟约 哎 没到三年 一年多的头上啊 他就又回到了下战队的如朗寨当中继续做了他的头人 不过哎 有这么一次教训呢 该之都收敛了 哎 这个下战队吐司搬滚呢 从此以后倒是毛着腰过日子了 对着朝廷的法令啊 确实是苟着点 不显山不露水的呀 在他的如朗寨里啊 闷得密了 当然了 这后来的乾隆皇帝通过密探 他得知了此事的真相 那么这密探是谁呢 这密探呢 在咱们的书里啊 很快又要闪亮登场 这就是云贵总督张广四 我想啊 这好朋友啊 一定都有印象 咱们前两天讲的这苗疆之乱 最后平定苗疆之乱的人呢 就是这位张广四张军门 您别看呢 这张军门的市议员武官 看来呀 他是善于处理这个藩蛮事物的 关于啊 这张广四张军门的故事啊 咱们一会儿再聊 还有的讲啊 那咱们呀 就接着聊这乾隆 乾隆既然已经知道了真相 他能放过这个帮滚吗 要说呀 当时正值盛年的乾隆皇帝 他不甘心 真应了当年啊 庆夫那句话了 哎 浩银那几百万两 动用军队两万多人 这呀 才勉强平定了这战队之乱 哎 还逃了这个首恶 就是这个下战队的吐司搬滚 可是啊 这乾隆皇帝呀 他没办法 只能看着这搬滚呢 消有法外 这乾隆皇帝坐在北京的紫禁城当中啊 按齐按憋 首先说呀 是一个气候地形的问题 咱们先说这气候吧 在这个上下沾堆地区啊 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这个川西地区 哎 一般情况下在山里啊 九月份 阴历九月份啊 那儿啊 就已然大雪封山了 不光如此啊 下降天的时候啊 那儿也有雪线 那山高林密 再加上大雪封山呢 这绿营兵啊 根本就使不上劲 再加上当地的吐司兵啊 他们都是一磨子 打起仗来也不真伸手 抱胳膊根啊 旁边看热闹 这瓜吃的是挺香啊 哎 不定用 这最讨厌的 就是寨子当中啊 他有丢楼 在这一座城寨里 他丢楼林立 这个打丢楼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具体怎么打碉楼啊 咱们在大小金川之义里边啊 我好好详细的给您聊聊 并且啊 您看的这密密麻麻 像筷子一样插在城寨当中的碉楼啊 哪一座的都是南啃的一根骨头 最让这乾皇皇帝恶心的是啊 哎 他在旨意里边和这个庆父提到过 他说呀 镇丝战队不过一遇小仇耳 尽得其地 亦无改为郡县之礼 那皇上什么意思 皇上说呀 你瞧瞧这个针队呀 我思量他呀 就是一个边陲小丑 你说就把这个地方咱们全站过来 全统治了 也没有啊 改成一个郡县之礼 这郡都说大了 实际上啊 县都不够 当然了 这是啊 那会儿的乾隆皇帝的想法 现在呢 实地测量啊 这个针队之乱所涉及的地区呢 他比一个县 他要大那么一点 最后啊 在青石路当中 这乾隆皇帝啊 对针队之战 做下了如下的总结 他说呀 军营提阵 使而玩忽 既而捏爆 号令不一 赏罚多不严明 兵丁 并灿者不知财队 气泄秀坏者不知更换 降变气蓄 士族离心 这乾隆皇帝啊 说这个在前线啊 也就是沾堆前线的这些军官 哎 始终都是玩忽指手 并且还捏造军功 心思都放在这儿了 所以就号令不一 赏罚也不严明 这兵丁啊 受了伤 病了的 也不知道啊 才退 让他们呀 去后方养伤 这刀兵器械损坏 生性了以后啊 也不知道更换 就这样 将士离心离德的 能打好仗吗 您看啊 这都是乾隆皇帝啊 说的出来 明明白白 能够骂的出来的街 这还不算这乾隆皇帝啊 还挨了乌心脚 还有这暗器暗憋的事 这呀 就涉及到对藏政策 哎 政治方面这事了 古今啊 是一礼 现在也如是 这个川西地区啊 那是进藏的咽喉要道 抗用钱 这三代朝廷 为什么要用尽心思的 把这地区要平定呢 这就涉及到这中央政府啊 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当年啊 这藏地的政权 它有这么一个特点 反正啊 都是这样 哎 你给钱的咱们就是一条金 你不给钱呢 我们就跟其他给钱的一条金 不但如此啊 他们有自己的政权 自己的宗教 自己的文化 还时不时的 总想啊 脱离你这个中央政府的管辖 自己呀 只愣绑子 混混试试 这川西地区啊 哎 生活的虽然也是藏民 不过呢 他们的生活习俗啊 和这个藏区的藏民呢 哎 是大不相同 他们当时对这个西藏了 咱们教啊 是信也可 是不信也可 这很多成败当中啊 这土司身边啊 还有大祭司 哎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家信奉的 是这个原始的萨满教 这西藏的活佛呀 在他们眼里啊 哎 和这个中央政府的大皇帝差不多 哎 我都尊重你也就完了 并没有啊 并没有啊 这宗教层面上的景仰 在那一时期啊 中央政府和西藏政权都极力的拉拢 川西地区的这些吐司 不光是藏民 还有这个移民 还有这个苗民等等等等啊 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 那当时中央政府在雍正年开始啊 对这个地区实施的是什么呀 咱们都知道改土归流啊 当然啊 这改土归流并没推行到这个占队地区和大小金川地区 因为这里他有他的地域特殊性 正是因为他的地域特殊性啊 这西藏政府也极力的拉拢他们 就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这个政教合一的政府 那你这大清朝廷啊 你运用的是改土归流的硬性手腕 那我们干脆就是放人自留 平时啊 多给这些吐司地儿钱 给这些吐司啊 连连因 给他们提供一些军事上的生活上的物资 所以说呢 中央政府和西藏政权这两种政策 在这些吐司心里也起了作用了 慢慢的呀 这个瞪眼珠子的中央政府 就不如给一颗填枣的西藏地方政权了 我要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总之这西藏的大活佛呀 在这些事件当中全没起到好的作用 就说这班滚吧 他和这个达赖喇嘛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 您还记得第一次这班滚的母亲到清营去启河 其实啊 在这同时啊 这封求和的信呢 也记得了北京城 是谁记得呀 就是这西藏的大活佛 所以在乾隆皇帝心里啊 是这么认为的 这川西地区的问题很难办 你灭了班滚呢 不是难事 哎 这事算起来不合算 忒直不当的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暂时不搭理这班滚呢 他也有这个投鼠忌气的意思 那么这头呢 这个班滚呢 先放着 哎 这个庆腹先关着 咱们就得说说呀 这个大小金川了 有一点呀 你脑子里呀 得落清楚咯 哎 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小金川之乱呢 哎 当然我们指的是第一次 这个金川之乱啊 可不是啊 等到这个乾隆十一年 这中央政府平定了战队之乱之后 哎 才爆发的 是这个乾隆八年就爆发了 那会儿 这乾隆皇帝正忙于这个上下战队 一时半会儿啊 也腾不出手来 于是就靠各种环游政策 先把这事啊 按了又按 这其中的故事啊 咱们会在这个事态发展的情节当中啊 详细的讲 咱们在这儿 是不是应该先说一说 这大小金川是什么 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和这个上下战队一样 这大小金川呢 它也是地名 那它的区域大概是在哪呢 这大小金川地区啊 西连甘孜藏族自治州 与这个康藏相通 东边呢 就是成都平原 再往西啊 就是川西高原 是这个成都平原 向川西高原进入的咽喉要道 并且啊 也是这个藏族地区 到嘉隆藏区的重要通道之一 我在地图上啊 量了一下 距离咱们上文书所提到的 战队之战的上下战队啊 直线距离也就是200公里左右 可是直线走不了啊 您要是啊这个翻山越岭的走 那就得400多公里 为什么直线它过不去呢 因为有一条河呀 它挡着呢 这条河呀叫鲜水河 那边的江河呀 和这个北方的江河 可能啊意义上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岸两边啊 它全是立着的山 您是怎么爬呀 它也是爬不过去的 所以说只能绕 您要是有心徒步这条路啊 您可别忘了带着相机 因为这条路啊 鲜水河断裂带 整是中国的熊猫大道 您呢能拍到野生熊猫 我不保您呢 碰上碰不上 全凭您运气 这大金川和小金川呢 其实就是大渡河的两条之路 您看没有 这个刘京县在金川县的这条河呀 就是大金川 刘京这个县在小金县的这条河呢 那自然就是小金川了 当年呀在这生活的 全是藏族同胞 因为这个土地贫瘠呀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民风彪悍 哎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呀 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啊 入则为民 出则为匪 您看这白天啊 还土里刨石啊 哎 在这个田间耕作 到了晚上啊 没准这锄头一翻个 就是一件呢 趁手的兵人 到了这个大道口啊 街道去了 早在顺治十五年的时候 这一地区的吐司呢 就很像王话 这早早班班的 就向这个清朝政府投降了 因为啊 据说这张献忠 占领四川的时候啊 没少西扰 这个地区的藏民 那有人说 你这前后矛盾了 你既然说了嘛 这土地贫瘠 那有什么可西扰 抢他们什么呀 哎 您可别忘了 这个地区的名字叫什么 地名就叫金川 这个地啊 它出金子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啊 就逐步的给这一地区归顺的吐司 颁发了印信 耗旨 也就是说呀 承认了他们的领导地位 康熙五年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正式给这个金川演化寺陈师啊 受了印信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呀 这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个地区的宗教地位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个藏族地区 它是政教合一的 由此您听出来是什么了吗 这个地区也就是大小金川地区的藏民呢 是比这个溢水之隔的上下沾队地区的藏民 要通王化的多 那么这好好的它怎么就反了呢 咱们呀还得明天再聊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咱们的频道啊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咱们呀明天见 嗯 role 이에视频 y 嗯 sixteen 都是 我 她 bro bet 我 我